金正南毒杀命案疑似出现重大转则 越南籍被告段世香代表律师西山郑保德透露 他们掌握了重要证据 基于安全考量 这起案件星期五转移在雪兰儿家影女子监狱过堂 两名被告代表律师接获44份 包括解剖报告、化验报告等文件 唯独少了之前一直成为争论焦点的毕露电视片段 吉利艾莎代表律师魏顺诚透露 他们将这些文件交由丹麦等国外专家进一步见证 特别是和VX读记有关的报告 本案下次过堂日期定在7月28号 请不吝点赞订阅